1997年,台北荣民医院内蒋伟国已经奄奄一息,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他一直饱受糖尿病和其他并发症的折磨,在其重病住院的这段时间,一直是由再婚妻子邱爱伦负责照顾他,但临终前,蒋伟国口中呼唤的人既不是自己的孩子蒋孝刚,更是一不解代照顾他的妻子,一定要将我和静怡合葬在一处,拜托了。 说完这句话,蒋伟国便缓缓闭上了眼睛,蒋伟国口中的静怡究竟是何人,大家好,欢迎关注硬核王探长,点关注,不迷路,西北富商的千金,要论世间什么是永恒,这个答案也许很少有人能给出系统而确切的答案,但若要将这个问题泡给蒋伟国,只怕他会毫不犹豫到出一个人的名字,石静怡。 石静怡是蒋伟国的原陪妻子,两人琴瑟和鸣,彼此倾心,但却没能长相厮守,他走后,蒋伟国却挂念了他岁岁年年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 石静怡是西北富商石凤祥家的千金,原本他还有一个姐姐,名唤石淑仪,一家人对这个女儿也是极尽宠爱,石淑仪方方面面也都很优秀,丝毫不输男子,但不幸的是,石淑仪最终死于男产。 大女儿死后,石凤祥夫妇悲痛万分,因而把对大女儿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小女儿石静怡身上。 和很多大户人家的千金不一样的是,石静怡是个低调内敛的女子,这一点蒋伟国也有过重肯的评价,静怡有平民姑娘的气质和思想作风。 学生时期的石静怡上学时,有司机专门接送,在这样的大户人家本不稀奇,但石静怡总会要求司机再离学校几百米停车,无论刮风下雨她都要坚持自己走到学校,因为她并不想让同学知道自己家是险客,担心同学们会因此疏远她。 后来日本人侵略的铁蹄来到她的家乡,石静怡也不再将自己说有钱人家小姐的身份遮遮掩掩,反而大大方方地将钱拿来接济学校附近的穷人。 她上街游行,和所有同学一样痛斥帝国主义者的恶行,丝毫不见有一点娇气。 当然,石静怡还是个富有峡谷柔长的女子,这与她的成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石家世代经商,在旧社会是农工商的社会排序下, 可以说她家祖商的社会地位其实并不理想,到祖父石中怡那一带更是开始家到中落。 不过在祖父和父亲这一辈人的努力下,石家总算是打破了世人固有的印象,成长为当地有名的富商。 从此,石家的商业版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扩大,到石静怡大一些的时候,父亲也开始带着她这个最受宠的千金开始各地游历,学习一些生意上的事情。 有一年,石静怡跟随父亲来到西安视察自家分厂的工作,从小礼仪周全又能说贵道的她跟着父亲会见很多当地的商业巨头, 酒会上她与一众大佬推杯换盏,谈笑风声,竟丝毫不见一点妾子。 也正是在西安的一次酒会上,年轻而有活力的她吸引了未来丈夫蒋伟国的注意,一见倾心,喜结连理。 1943年,石凤翔应邀参加生日宴会,当时恰逢蒋伟国到西安出差,于是刘楚才也打算碰碰运气,看看能不能请到她光临自己的生日宴会。 当时蒋伟国经历了数日的奔波后,也非常疲惫,如今一看有个宴会,可以让自己放松片刻,也欣然赴约。 宴会上的石净怡一直静静坐在暗处看报纸,原本她是无意参加这次宴会的,无奈她已然到了婚配年纪。 父亲让她参与宴会,也是希望可以为她责得意味良绪,本想着自己悄悄躲在暗处便可以免于不必要的应酬, 却不承想一个男人不识实物地打断了她难得的独处时光,这个男人就是蒋伟国。 小姐,我可以和你看一份报纸吗?我也不太认识这里的人,石净怡文生抬头开口道。 可以是可以,可是阁下可能看不懂,石净怡虽不太想和对方交涉,但还是将报纸递给对方,不料蒋伟国却答道,没关系的,我能看懂。 看着蒋伟国认真翻阅报纸的模样。 石净怡本想找个机会试探一下对方是否真的能看懂报纸上的内容,不料蒋伟国却先行一步开口与她谈论报纸的内容。 一个初级军官居然能看懂全英文的报纸,不禁让石净怡对其刮目相看。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片刻,很快到了跳舞的时间。 蒋伟国也很绅士地邀请身边的石净怡跳舞,她没有拒绝,郎才女貌的两个人在宴会上舞姿偏然,惊艳四座。 但石净怡不知道的是,蒋伟国刚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已经对她颇有好感,于是才主动和她攀谈起来。 交谈中对她又是好感倍增,一舞过后更是对她念念无望。 此后,两人顺理成章交起了朋友,随着相处的日益深入,别样的情愫也在两人之间诞生。 1944年12月,两人终成眷属正式结为夫妻,卷入纷争而被赐死。 两人的结合起初可以说是家偶天成一般,新婚燕耳的浓情蜜意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,蒋伟国巴不得天天与妻子黏在一起,甚至连出入军营都要带上她。 蒋伟国后来在回忆录写道,那时候的静怡跟着我四处奔波。 随行的军帐中只有一个炉子和两口锅子,但她这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姐却天天为我做饭洗衣,我每天都很忙,回来都很晚。 但她永远都留一盏灯,等着我回来。 文字间不难读出蒋伟国的感动,哪怕是一生都在军营里奔波的铁血男儿,恐怕也难敌这样的温柔香,何况蒋伟国本就是一个多情而缺爱的人,那时的她甚至不止一次感慨到,人生的静怡一知己足以。 但静怡的人生却没有如同她的名字一般,静和德怡,1952年,静怡突然在台湾离世。 彼时蒋伟国正在美国,甚至没有能见上她最后一面。 历史上关于石敬怡的死有很多种传闻,其中大众普遍接受的主要是以下两种。 一是和公共蒋介石有关,石敬怡的学生陈亨曾坦言,老师是死于复杂的蒋家王朝斗争,其实这样的说法也并不是毫无依据。 1944年,蒋伟国和石敬怡举行婚礼时,蒋介石虽说还是在百忙之中参加了婚礼,可是全程并未露出过太多喜色,且只对儿子说了这样一句话,好好治家,家和万事兴。 很多人也曾对此推测,蒋介石其实对这个儿媳并不满意,一来她的娘家虽然是富甲一方的富商,可是要和蒋家比起来还是略显平庸,可以说,既对蒋介石和蒋伟国的事业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 二来,石敬怡从小生的一副峡谷楼长,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她虽然也一起前往台湾,但却丝毫没有打败仗的样子,经常穿着马靴四处骑马,或者自己开着装甲车就去部队和士兵们聚会。 士兵们长期受到上级的压榨,难得见一个上级对自己如此亲切。 于是也非常喜欢她,私底下都称她为司令夫人。 但众所周知,蒋介石虽有两个儿子,但亲生儿子却只有蒋经国一人,这样一对比,蒋介石肯定是更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出息的。 如今养子的媳妇总是出入军营,还深得士兵们的爱戴,保不起以后会动摇亲儿子蒋经国在军中的地位。 所以,蒋介石并不喜欢这个豪爽的儿媳,所以后来才有传言说,蒋介石将蒋伟国调到美国出差后借机对石敬仪下手,这才导致其死亡。 但石敬仪死亡后,蒋介石对外宣称她是死于难产。 这才又有了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。 这种传言是说,石敬仪在蒋伟国出差美国前不久就怀孕了,为了尽快让丈夫回来的时候能够看到孩子平安降生,也为了能够讨公共蒋介石的开心,她是一边安胎又一边催产。 这就导致她每日需要服用大量药物,长此以往确实是达到了催产的目的,可是她最终也因为怀孕期间伤了身体,最终难产而死。 其实,不论石敬仪的死因如何,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,她的死亡和蒋家的纷争有很大关系。 如果她当初只是嫁了与其地位差距不大的富商人家,结果或许会比嫁给蒋伟国要好很多。 石敬仪死后,蒋伟国痛心不已,成日借久经麻痹自己,蒋介石担心她因此失去了家庭生活的习惯,强行安排她与后来的妻子邱爱伦结婚。 值得一提的是,蒋伟国虽然和邱爱伦在婚,可两人在孩子出世后便一直分房而居,一直到她不幸确诊糖尿病的后期,邱爱伦才开始医不解带照顾起她。 临终前,蒋伟国也只是喃喃交代道,要将自己葬在台北六章离山。 因为那里有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,一个是她的母亲姚也成,一个便是妻子石敬仪,无论生前还是死亡, 蒋伟国都想和这辈子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永远在一起。